惊险救援 来看到有一位76岁的老先生 在台中污日高铁站大厅 突然昏倒 失去生命迹象 站务人员发现之后 立刻上前取下AED电击器 由助站护理师 紧急地实施CPR抢救 救护人员最后接手将人送医 总算在鬼门关前 救回一命 高铁站站务人员快步冲出闸门 取下AED电击器后 再冲回高铁大厅 之所以这么紧急 正因为当下游民老翁 已经昏倒失去生命迹象 要分秒必争跟死神抢命 助站护理师接过AED后 立即对老翁实施CPR 同时利用AED两次电击后 同一时间 救护车火速抵达高铁站 救护人员推着单架到场 接手抢救送医 好消息是 这时候的老翁已经恢复 呼吸心跳 立即在协助生命真相的监控 以及给养照护 那与到院后患者已经能够对谈 救护车上老翁明显意识清楚 到院后还能跟医护人员讲话沟通 这可是让救护人员相当振奋 患者已经失去了呼吸及脉搏 现场如果可以立即的先给予CPR 那加上AED的电击 那可以大幅的提升患者的存活率 这起惊险救援过程就发生在日前台中乌日高铁站 当时高龄76岁的陆姓老翁 突然心机梗塞昏倒 失去意识 好在现场护理师以CPR和AED急救 还有救护人员的即刻救援 终于在鬼门关前救回老翁一命 家属事后感激老翁也已经顺利出院 接着加上胜讯 太重不到